第15题,如右图所示,杠杆上每两点间的距离都相等,杠杆重量及支点摩擦力皆不济,在杠杆上挂上木块和砝码,杠杆静止不动,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 我们晓得这里保持净力平衡必须合力等于0,合力矩等于0,而力矩就是力弊乘以力,所以木块这边的力弊乘以它的力,跟这里的力弊乘以它的力, 那因为这个力弊比较大,所以木块的重量比较小,砝码的重量比较大,所以木块重小于砝码重,但是它保持净力平衡合力矩要是0,所以木块所造成的力矩就要等于砝码所造成的力矩,所以第15题我们说,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 我们答案选的是租,木块对支点形成的力矩等于砝码对支点形成的力矩 我们下期明了,木块的自由主席,然后 admin收到四肢堂的力量, 利用三肢堂的物质量,非常宜质量是3,240一般的力量,